今天我在旋车门前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 你们看这个家伙 直言他脑壳上顶着一条线 直通天际 感觉看上去有点东西啊兄弟们 那不他的技能就更有意思了 从天降一个绳子 把敌人吊在半空中 给别人来上一套全身按摩 你看这小剑是都被按摩成一个球了 好惨啊兄弟们 但是谁又能想到呢 这么一个400块的角色 居然能够单挑老国王 我去你这按摩手法也太粗暴了吧 就连身强极壮的老国王都直呼顶不住 那么如果我派出一群按摩大师 一拳超人他能否顶得住呢 好的在这开始一套地球中飞圈 按摩大师被吹飞球了 不过还好啊留了一个 现在一拳超人被套住了 难道说这按摩大师又能打败一拳超人吗 我一只手一样吊打你 当然不了 所以今天咱们给他改造一波 让他变得更强啊 那么这个召唤神兽的技能我也找到了 来了来了来了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技能有个特点 距离太短而且攻速太慢 以至于一个宝屁龙就把他给撞死球了 所以为了让他攻速变快一点 咱们直接给他装上加特铃 然后把弹药给换成神套技能 这样一来会不会变得更强一点呢 直接压大难度 单挑一只军队 好的战斗开始 骑士发起了冲锋 但是没跑几步就被连人代码掉了起来 下面的视频紧随其后 但是有什么用呢 根本不用瞄准的 直接放空枪就能摆发摆照 我突然有个想法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顶级的按摩大师 右手来个手里剑 但又给换成绳索 左手来个黑暗龙明之手 但又给换成魔法飞弹 这两套技能搭配起来威力巨大 技能上咱们就随便来了 一个悬浮技能 一个旋转技能 这样打起价来应该更好看一点吧 我感觉他的远程防御有点弱 再给他加上几套躲闪技能 最后头上再给他随便加上一点东西 这样能够让他看上去更加睿智一点 生命值武器 其他都不用变 好的 接下来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顶级按摩大师 我去啊 兄弟吧 这就有点点劲了吧 神头把素人给吊起来 然后魔法飞弹紧吹齐后 打在素人身上 直接把素人给打自闭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吊打吗 如果我派出一拳舱人 阁下又如何应对呢 哎我去 这一拳舱一来就遭受了火力压制 魔法飞弹自带跟踪效果 我看这一拳舱还怎么躲 现在看似一拳舱被压制了 但是众所周知啊 一拳舱它是锁血状态的 根本打不死的好吧 打了半天都还是满血 就很难受啊 但是没关系 来 咱们直接上一个超级浪民 超级浪民飞了过来 但是班农上被我们逮住了 直接开启吊打模式 完了 你看这超级浪民的血量 吊得好厉害啊 超级浪民最终还是没顶住 当场去世 转烧民最终的 感会